部分就是那个证照考试 引起蛮多同学的回响 所以考试是这样 就是前一期的同学 他们本来是考基本的 后来大家因为上了课之后 发现没那么困难 所以大家记得是1月14号 就是今年的 他们就是全部都去考 而且非常愉快 然后我看起来 他们大部分都很顺利 都回到职场上 不知道跟这证照有没有关系 而且很多人之后 也有再跟我联系说 老师那东西还蛮好的 就是可不可以继续再分享 让他们可以继续有这些东西 然后他们也学得还蛮愉快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 那考试的时候是这样 那个考试是 你可以现场做完做存档 然后可以现场去上传 这边可以选取你那个档案 然后他会马上评分 如果你马上评分之后 状态是绿灯 表示你这一题是拿到分数的 第一题是10分 第二题10分 第四题好像最高 第四题是20分 其他都10分 所以也许你这样来作答的话 假如说你考全部的 你就是先做第四题 先拿20分 然后特别注意 这个考试及格分数70分 也就是说 如果你70分 等于就是你有证照 那100分也是拿到证照 所以如果说 假设你觉得 你只要拿证照的话 你意思是说 你就把前面这些做完了 到这边吧 70分了 你就可以举手说 老师我要交卷 可不可以 可以你就交了 然后一样会寄证照给你 也就是说 虽然有九类 但是其实你可能 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你可能比较难的那几类 可能两类三类 你可以跳过 不过我有点危险 最好是全部 就把它让手 OK 如果假设你做错 这边会亮红灯 那你可以怎么样 再回到这个档案 修改 修改到正确之后 再上传 它没有 这个上传的限制 就是说 它可以不断串 OK 但是我的习惯是说 建议就是 如果你假设 那个卡数 你可以先做别题 也就是不一定那一题 一定要拿到分数 你可以 反正这一题不会 你就跳下一题 下面先做完 最后有时间 再回头做那一题 这样的话 我想考起来 应该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应该也蛮流畅的 然后另外的话 大概就是这样的示意题 这个是我考试的时候 我做完 然后把它照 这样给各位看一下 OK 所以目前得分100分 它有一些显身出来 OK 好 然后再来的话 我刚提到 我的YouTube频道 目前的订阅 现在是旧了 2万 2万 现在已经2万7了 观看是要600多万 不过它这个 其实会有好处 就是说 当然如果你们看 我的影片的话 它也会跳广告 OK 当然广告 会有个广告获益 不过你不要说 老师你赚钱 OK 我只是说 我主要是分享影片 我不是说 为了那个 要赚你的广告费 因为那个广告费 太难赚了 为什么 因为大概你 1000个观看次数 才会产生 1块钱美金的获益 1000 YouTube付老师 对 我们观看者是不需要付 不用不用付 你们不用付 我是说 他会跳广告 那个广告实际上是有获益 所以现在有一个职业名称 叫做YouTuber YouTuber意思是说 他是靠什么呢 靠这个架设YouTube频道 的广告获益 他就可以生活了 比如说 三万块好了 如果他 他 一千 三万块好了 三万块就在一千块美金好了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 一千个观看次数 会产生一块钱 如果他一个月 能够有一百万的观看次数的话 那实际上 他就一个月 大概就有三万块的收入了 而且是 就是拍影片就好了 OK 不过前提是 你要能够有这么多人 看的影片 一百万 一个月一百万观看次数 会很困难 其实说像蔡阿嘎 随便一个影片都一百万 对不对 可是前提是 你要能够有这么多的收视户 OK 所以这个 有困难有不困难 如果有兴趣同学 尤其年轻人 真的可以尝试看看 对 因为其实不管说你的频道 是不是那么多人看 但是你至少了解 那个整个YouTube的一个生态 然后也是种分享吧 OK 试一下 这个大概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他的话呢 我跟那个TQC 其实还有点 渊源 合作关系 因为他们常常找我去 帮他们做审题 命题 等等的 OK 然后他们最近有一些新的课程 也会想说来找我去 去去看看 像最近有一个物联网跟Python 还有相关的东西 然后他们要 也是要出 证照或者是写书之类的 OK 也有一些相关合作关系 那另外的话 我们上课参考 除了说呢 那个考题之外 其他我建议就是坊间 相关这种什么的 Python的初学特训班 你们另外也可以 可以再去把它买来看看吧 因为初学吧 不过你不要 千万不要被这个初学两个字给骗了 因为买回去之后 你会发现 这是真的给初学的人看了吗 但已经算写的简单了 坦白讲 其他还有像这种 Python自动化的乐趣 像这本书是 美国人写的 他只是把它翻译过来 它的好处就是说 重点就是什么 搞定重复所税 和单调无聊的工作 这个标题 题目其实定的还蛮好的 已经有一针见血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要摆脱 这种重复所税的工作 其实就要把程式学好 不见得一定用Python 但是你就是要知道说 用程式去解决这些问题 OK 但对完全没有写过程式的人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 算是什么 你必须要克服的点蛮多的 但我觉得就是按部就班 我相信 如果你愿意花时间 应该没有做不到的 因为我教的班级也蛮多的 而且我教过的学生 其实也非 应该不在少数 网路上面其实看我影片的人 也真的也不算少数 我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人 要看我的东西了 但是我觉得 就是一种什么 有被需要的感觉 一种存在感 所以我每天都要刷一下存在感 录影片也是种刷存在感的方法 所以你说为什么要拍YouTube影片 也许你们也可以看一下 你的存在感在哪里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不去做一些事情的话 你会发现你自己 好像越来越没有价值 然后会慢慢越来越富项 所以如果你越做越多 你会感觉 也不见得一定要刻意去做 但是就是说 你会只要有一个开始 你就会觉得 我要一直做下去 也是蛮愉快的 不见得说你要为了 说能赚多少钱 而用钱去衡量 对对对 就是一种乐趣 OK 好像考证照也是一样 对我以收集证照为乐 不过其实主要目的是当然是希望自己先做到之后再来教学 可能会比较符合这种流程 不然如果一个老师自己都没考过 你们我教你们怎么考 如果学生突然问 老师那你考过没 不要问这个问题 对不对 这样其实就有点没有说服力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切入主题了 为什么要学Python 因为之前其实蛮多什么Java 有C++ 有CE言 或VBA 或其他更多更多 那为什么要学它 因为第一个我觉得 它在这个优雅其实目前你感受不到 不过之后你会慢慢感觉 因为你们没有前面这种经验 所以讲这个可能会不太好 不过它主要让你知道说 它优雅明确 最重要是简单 也就是以前可能要写很多程式的 那它能够少写非常多 很直觉的 有点像直接就跟电脑沟通 你帮我做完什么事情 那不用写很多很多的去诉 OK 另外的话 我刚刚有提过它很多外挂 140几万个外挂 可能更多 那官方的是140几万个外挂 一个外挂就象征 你可以解决一个问题 可以把很多问题串在一起 那你可以解决更复杂的问题 现在当然很缺就是说 能够把这些东西串联在一起的 那样的算是什么 那样的人 我刚刚聊天的工具 工具人 所以很需要这种工具人 不过工具人不是只能做工具 你可以在工具人上面 有一些有sense的工具人 就是说你可以有培养 其他的素养的工具人 工具人不是很呆板的 还有有创意的工具人 工具人好像跟创意有时候都承不上边 或者有气质的工具人 文青的工具人 所以其实慢慢你可以做增加一些东西 不见得一直要把自己画地式线 所以今天的话第一个我们要先来看一下 就是怎么样把环境先弄起来 那刚刚有跟各位讲 请你把它解到低碟 接下来的话你可以看到有两个资料夹 就我们刚刚看到的 就是这一个 就是叫Eclipse Python 另外有一个叫Python的3732 那所以待会请各位一 先开启Eclipse Python 然后打开 那这两个东西好处就是说 你不需要做任何安装 懒人包不用安装 所以你回到家一样 你就直接怎么样 去开启Eclipse Python 然后打开这个Eclipse 点两下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run起来了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开始写了 不过还要再设定一些东西 包含什么东西呢 就跟他讲说 我的Python的函事库在哪里 因为我们要写程式 需要另外一个资料夹 哪一个 这个 就跟他讲说 我的东西在这里 你去那边找就可以了 所以打开来 他会跑一下 那打开来之后的话 他会第一个问你说 那你将来 你写完的程式要放在哪里 所以他会跳出来跟你讲说 你的Workspace Workspace就是你 做好的那一些程式 要放在哪一个磁碟机的 哪一个目录里面 OK 那你就跟他讲一下 然后按OK 他就进去了 你不知道怎么跑这么久 好 那请各位先开起来一下 然后 再来我待会要教各位 怎么去run这个步骤 另外的话就是说 相关的说明 我会放在云端白板 那为什么是云端白板 因为白板写不下 所以我把它放在云端上 OK 那请你先找到 那个建置Python的环境 这边打开 那有相关的步骤都在这里 有些相关说明 第一个当然 有提到就是VPA太简单了 因为是商用的 但Python是因为免费 所以你要自己自助餐 怎么做 一样下载解压缩 然后开启它 开启之后的话 把它做一些设定一下 至于细节 我待会会讲 画面先还给各位 谢谢大家